好像现在玩家都不喜欢看角色测评 喜欢看未来的角色测评 确实确实 流量被分完了已经 我们这些正式服才出这个 角色测评的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我们是小丑知道吧 没人看的确实没人看 就粉丝看一看 来一两万播放就可以了 心满意足 有几个up主好像是 只靠这个劝玩家不抽卡 劝玩家不课金就粉丝多的 反正管他是什么角色 管他出什么内容 疯狂的劝玩家不要课金 然后用角色菜为理由 疯狂的劝就能火 他管你是什么 他根本就不做 他根本就不玩这个角色 也根本就不抽这个角色 拼命的踩 然后说这个角色弱 呼吁各大伙不要花钱 很多人 好啊 这up主真好 替我省钱真好 关注了 就这样 然后三连 替我省钱 哇 这up主良心 我跟你说 有些人他自己的账号 一个角色不抽的 然后角色还没出 就拼命测评说角色菜 以这个为玩家省钱的这个高尚的目的 起点 非常的高尚 带动观众情绪 知道吧 很多小伙伴第一眼看过去 就是就算是我 我也会第一眼看过去 哇靠 这up主良心啊 为我们省钱 真良心 他视频我三连了啊 好良心说的好啊 我被他一说 我就冷静下来了 我就不充钱了 我能省很多钱了 我第一眼看过去 确实是这种感觉 然后你去翻他的视频 全都是这样的 哎 我靠 他不管是什么角色 他全都是让你不要抽 无差别攻击 我是杀B 他才不管你角色到底强不强 他也不抽 他就各种理由让你不要抽就行了 就以这个出发点就是高尚的 就是为你的钱包考虑的良心up主 很多小伙伴可能就会上了他的套啊 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哎万一这个角色强了啊 就说策划故意抬呗 流水差呗 流水差策划抬了啊 这跟我分析的没什么毛病 我分析的是对的 我都劝你省钱了 我怎么可能错呢 啊 是不是我劝你省钱呢 你觉得我会错吗 这个角色强是因为策划 看他流水不够 策划抬了 才不是因为我说他弱 就说错了呢 我不这样做 我不这样做 好吧 这样做 50万怕都是黑粉 50万粉丝全是黑粉 等一下艺人给我来一句 这这这就不好了 好吧 这这一天 一天给被被被多少遍 皮都脱管什么 全脱管 卖屁股 给你 宁光皮肤为什么不能直够 你好急 你好急 把我的表情包拿去凑合一碗 我们这些实在的UP 都会抽角色 干东西 每期都少说花个几千块 然后干出来的视频 就已经过气了 人家提前脑测晕测的 早就把流量掐完了 反正没有抽角色的 他们完全不抽角色 不是不抽角色 是角色都没出 就是没出 他他的视频就一堆废话 就挂一堆图片 一堆废话 连 连角色都没有 他肯定没我嗑的多 好吧 我每期UP都抽 少说干个五六万块钱下去了 每期两 每 每期都几千块下去 每期都几千块下去 六命七七警告 我发现发这个更多人看 因为我发个角色攻略 一点几万播放量 人家内鬼发的一百万播放量 算了算了 比不了 我不跟人家比了 打不过 六的 下波 下波 OUGH 他们还要 几万